好 大家好 我是一個很慢熟的人 所以我 恩 謝謝 就是 好 我還是先 先唱歌好了 下面要唱這首歌叫做 榕樹爺爺 這首歌呢 是我有跟榕樹爺爺約定好 我一定會回來台東唱這首歌 有一年我自己到了台東旅行 那是我第一次旅行 那時候我內心有很多的問題 很多的疑惑 對我自己自身的價值之類的 我一直找不到答案 找不到出口 所以我就到了台東旅行 沒有為什麼 就覺得可以多到外面走走 當我到了台東以後 我住在靠在海邊的房子 都市的 我是一個都市小孩 我從台北下來台東 然後我是一個都市小孩 所以我生活的環境都是城市跟快速 所以當我來到台東以後 我那時候一開始沒有辦法 好好的平緩自己的腳步 覺得來到台東以後反而 是一座山上的一座山上的一棵榕樹 那時候他 我爬到那座山上之後 他對我講了一些話 所以我就寫了這首歌 他跟我說什麼呢 他跟我說你要像我一樣 一樣勇敢 可以讓別人坐在你的肩膀上 因為是他告訴我的話 所以我很感動 那種感動是 你沒有辦法去說 你的傷口突然被平復的感覺 好 所以這首歌叫做榕樹爺爺 是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音乐 词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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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曲 李宗盛 谢谢 李宗盛